在立法院这16年已经五届了 我看到的是国民党的执政 民进党的执政 然后再一次的民进党的再执政 其实我觉得状况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吴思耀的说法 他是发言人 基本上民进党已经定调了 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处理了 我们可以看到态度 那我必须要讲 1895年开始 政权其实在台湾来来去去 我只有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变了你的岁月不变的殖民 对原住民族来讲 目前我们还是在被殖民的状况 你看到 纵使我们在立法院有几位立法委员 我们依照中华民国的法律游戏规则 我们希望能够定立原住民法令 然而执政的 又不让我们排到法律案里面 然后给我们一个虚设的原转会 在总统府上面 然后还用吃豆腐的方式说 因为我们很重视你 所以在总统上面才是最高位 最高位的总统来处理原住民的事情 表示对你们的尊重跟认可 以及还有对你们的道歉 如果这是这样讲的话 那么为什么初转会就在行政院底下呢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促进转型条例 就是不合逻辑 不正当 我所谓的不正当 不是因为威权那些受苦的朋友 而是你的所谓的转型阵营条例 并没有包含全部 而是你是切割的针对性的 如果是切割的针对性的 我想这个不正义的开始 就从这个条例订定以后 在台湾的原住民来讲 我们不正义继续在延续的 我们立法院刚通过的促转条例 跟世界各国举事皆然 是处理一样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之后 从独裁威权政体进入民主样态当中 我们去追讨对于独裁民主期间 独裁政权期间造成的人民的不公不义 所以要拉到日本殖民时期 或者是向原住民族长期受到的剥夺 那不公不义更是拉长到几百年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职认定上的 在一党委员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新政府上台之后 对于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 土地正义 当然包括转型正义 各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脉络 但是它都是在一个最最高位的 一个格局之下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处理 所以我们针对原住民族的权益规范 我们是在总统府下设立了 这个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委员会 其实它相较于当产处理委员会 相较于促转委员会 只在行政院下 那我们把原住民族的促转委员会 是放在总统府下 它是更全面 更高位 所以可以显示新政府 也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对原住民族的权益回复的关照 是由总统府来亲自领导五愿来共同面对 本席对于民进党发言人的这种论述 我有话要讲 民进党你们当时在野的时候 你们的民主运动的口号是 民主要制衡 人人听懂了 而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现在你们夺得了成功 执政了 你们开始要用所谓的西方的深奥的学理的名词 什么第三波的民族话 来呼咙圆祝民族 来切根圆祝民族 本席要跟执政党的民进党说 去你的第三波民族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